TURN DOWN FOR WHAT TURN DOWN FOR WHAT 看風景想美食 引人生 我是DJ 跟我一起看世界 大家好 這一次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很多朋友可能不感興趣的東西 這個東西 這種食物呢 其實在中國比較少見一些 但是在國外是經常見到的 這一個食物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晚餐 都是可以吃的 這個食物是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 茄子 茄子 現在我這個盆子裡面 其實就放了幾種最主要最常見的一種奶酪 給大家看一看 第一種 這種奶酪 看起來質地有點像 像黃油 但中間有一些藍色的東西 這個自然而然就叫Blue Cheese 那這種奶酪的味道其實是非常非常重的 如果不喜歡吃奶酪的朋友可能不太適應 但是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吃這個Blue Cheese 那Blue Cheese奶酪的話 有很多種吃法 可以放在這個Burger上面一起吃 也可以放在Cheese Plate上面一起吃 第二種奶酪的話 是這種有點切成三角形有凍的這種奶酪 是叫Swiss Swiss奶酪 這種吃起來其實味道不太重 然後有一點那種硬硬的這種質地 這一種 大家知道是什麼奶酪嗎 其實是你們可能最熟悉的奶酪 它的名字叫Mozzarella 所以Pizza Hut 有的時候拿起來那個Cheese有沒有 拉得很長很高 然後吃進去很有嚼頭很軟 那種Cheese就是這種Mozzarella Cheese 加熱過後變軟然後變稠 拉成四個奶酪叫Mozzarella 也是我最喜歡吃的奶酪的一個品種 一般的吃法就是用這種叫Crackers 這種薄的這種餅乾 然後用這個Butter Knife 切一點Cheese下來 比如說我喜歡吃Blue Cheese 你可以放在上面 不夠的話再切一點 放在上面 有些時候Cheese Plate裡面 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ingredients 一個是Raisins 也就是葡萄乾 加入一點點甜味 吃起來味道更好 一個是Warnuts 或者任何種類的Nuts 比如說Cashew 都是可以的 這樣加上去吃會更加的脆 那今天我們有其他兩種ingredients ingredients沒有關係 我們就加葡萄一起吃 非常地美味 當然像我說的很多朋友可能對起司的味道不能太接受 但是起司其實有幾百種 一定能夠選到適合你味蕾的這種起司 用我分享的方法去嘗試一下 也許你也會找到Cheese真正的這種魅力 所以今天這一期跟大家分享 起司的普通準備和吃法 希望大家將來可以Enjoy它 下一次再見 千萬別忘記互動點讚喔 搜索Darren J 講聲尾 點擊關注 Thank you